玩玩都心 我最飆浪的啊 多多海 我就是山海龍啊 呀 看光都心 我最飆浪的啦 玩玩都心 我就是山海龍啊 潘俊佳對上的節目 潘俊佳是台北人嘛 對不對 但是你對屏東是熟悉的 對 因為這首歌其實就是 我在寫我前幾年比較低潮的時候 我想要換個跑道 台北好糟喔 然後就想要換個環境 換個地方 所以後來我就離開了音樂這條路 就去做了潛水 那我也是因為潛水這個東西 讓我更認識屏東 更認識橫村 因為看到大山大海 給我很多領悟跟力量 所以我寫了這首歌叫做 山海浪人 對 這反而剛好是你生命中 非常重要的一段 非常重要的一段 來 潛牧師你是屏東人嗎 不是 我出生是台中 但我長大都在台北 所以其實屏東這個題目對我來講 它其實有一點像是台灣的最南邊 然後它是一個台北的相反 就是一個逃離現實的所在 它其實以前並不是講閩南語的 然後我這首歌裡面我特別想說 找了一個屏東最本來的語言 就是排灣 不好意思 動力老師是 排灣族 屏東排灣族 所以他這樣講你們有沒有很有感覺 我看了他的歌詞 我是唸不出來啦 但是 看不懂要 哪一句我會唸 你先唸一下 現在可以唸嗎 麻里町 麻里町 草草 草草是人嘛 但是前面那個是 原諒我 其實我不會唱這一段 這一段誰唱 又feature一個歌手叫做 雅雅露 他等一下會跟我一起唱 OK 那我們等一下可以注意聽一下 對 我覺得還滿有趣的 現在這樣講滿有趣 如果不太標準的話 我們可能會扣很多分 沒有 開玩笑 剛好碰到專家了今天 開玩笑 那不曉得兩位的這個作品怎麼樣 一起來聽看看你們對屏東的感覺 是 或是垂涎 或是垂涎 画画附近 无闻飘楼的蓝 或是垂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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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画附近 无闻飘楼的蓝 或是垂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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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雎青春去太八八边 我的幻地山 临行风吹雨打 流浪冰冻他乡 一年四季太阳高 眶挂很沉的地方 流球操作到东港 心神向往想回故乡 安逸让人害怕找到 归宿又迷抗大海 让我解放被围绕 漂浮海中央水灯呼吸 渴望睡眠海底 都一样沉淀 独发中央踏过低风 放下重担心啊 我我都情我最飘楼的岸 大山大海我就是山海龙啊 夜啊困惑都情我最飘楼的岸 我如果躲海我就是山海龙啊 当放上了温暖我脸颤 风吹过街墙 从晚到海浪 天国教室转向 我山风把梦吹响 把梦吹响 闭住呼吸一遥而下 山下烂烧高空飘扬 标准操作空架场 高山低谷有梦幻想 夜啊困惑都情我最飘楼的岸 大山大海我就是山海龙啊 夜啊困惑都情我最飘楼的岸 大山大海我就是山海龙啊 困惑都情我最飘楼的岸 大山大海我就是山海龙 大山大海我就是山海龙啊 啦啦啦啦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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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 Woo 力量喔 我要加那個 那個很像那個 submarine的聲音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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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一開始 他就有說 And 我們來都寫台語 所以 我猜俊佳應該也是 就是 說到做到 最後一段時間就是寫台語 然後我就大概問他 是And 你寫怎麼樣的曲風 他說Rock 然後80 Double Speed 就是快的 沒有被騙這樣子 真的他就是 做這樣子的曲風跟聲音 老實說我有點純針對他 就是看他過去的風格 山海讓人這四個字 是因為我剛好YT頻道 有個新的企劃 就是在講我過去這幾年的低潮 到轉變 然後做了一個用大自然 Outdoor的一個生活的方式 去講述我這幾年的過程 企劃主題就叫山海讓人 然後我就覺得 藉著這個節目 弄成一個 我的主題曲 而且真的跟我是非常有關聯的 對啊 所以我覺得抽到的那一刻 我覺得 哇 感謝 感謝上帝 天助我也的感覺 這面膀 會不會吃 你去年 你去玩 你去台北 你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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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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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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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這條車為到咱邊滴的頭 我心裡有的要不要告訴我 跟每人好 它變成這段好 有誰人為你總你睡不著 有誰人為你管你得朋友 是為到生命 為到咱的夢 但待在這間我們會成功 萬一頂 萬一萬一今兒 萬一頂 萬一萬一今兒 頭頭 萬一萬二人 Anh 萬一今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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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一今 萬一今兒 萬一今兒 到咱邊滴了 好可爱哦 這兩組就真的不一樣了 第一組就完全就力量力道 節目之類就是 追情 很追情 溫馨 我覺得節目之類的歌真的非常好聽 因為它在節奏上 有一個一直在行進的流動感 它其實好像在一個坐車旅人的感覺 所以因為音樂跟你的歌詞一直在行進 就把一個遊子的心情 其實是有起承轉合的 很完整的呈現 《山海浪人》這個title真的很好 很有想像力 很有張力的一個歌名 因為它有很多在音樂上很強悍 或者是你其實要表達 包括你在看你自己的那個 視覺影像的時候 我就心裡一直在想 你會不會有一些 其實是內心很柔軟 或者是脆弱 不可碰觸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 我好希望能夠在這個歌詞 或者是歌裡面能夠感覺到 我覺得好像是把自己藏起來了 對 我覺得它就是在一個殼下面 問題是我一直很好奇 你那一塊什麼時候要露出來 因為我副歌是一直循環 然後後面用很多的啦啦啦 很像是我站在山頂上 把不愉快的事情 一直吶喊 吶喊 那其實一定有 不舒服跟很軟弱的東西 只是我覺得 現在 就因為已經過了那個很黑暗的時期 我想要的還是 很剛強的這個盤俊甲 我覺得你現在還是把這一唱起來 像我年輕的時候 我爸爸給我兩萬塊 那要當學費 我就直奔台北去了 因為我想要買一個Keyboard 我爸爸說沒有錢 我就說沒有錢我就自己賺 那個叛逆心 就是跟剛剛這個俊佳所唱的那樣 雖然我們會流淚 但是我們不會把它表現出來 我們就會一直用力唱 就是用很剛強的方式去表現出來 你們可能是大部分北部人 然後我們是南部人 所以我要當初離開南部到台北 其實我覺得台北是非常好的地方 所以我才會往那裡去 我剛剛覺得俊佳的那首歌我很感動 因為我可能是自己本身的一個經歷 那我一直想要往台北去 那個感覺是一個Metal 一個Rock的一個心態 我覺得男生就可能是這樣的方法 把自己弄得很剛強 對 兩位的音樂其實風格都非常明確 都非常好 不過好像就是 對應到屏東這個城市 其實我覺得少了一點心動的感覺 就是好像沒有辦法很直覺的對應上 尤其是杰牧師剛剛那個 我覺得那整個那個情境 而且你們擷取的屏東樂台 有一個地名是歸來 其實我跟桑林老師也是在聊說 他很切提的是遊子 所以其實有時候我們的痛苦是 必須在兩分鐘之內做決定 但事實上都是非常的崇拜你們 杰牧師 我覺得他的那個風格非常舒適 很適合航寸 有請那個雅雅露 請他唱的那個 也是讓我們很感動 因為我們本身就是講母語長大的 我們到現在還是 跟家裡人都是講母語 而且他寫的有一些是 老人家所說的話 比如說在黑夜裡 在寂寞裡 在哭泣裡 在死亡裡 這種東西只有老人家會講 那老人家講起來 你就會覺得好感動 我們自己本身是排灣族的 可是要叫我們寫一個 純排灣族的旋律 我覺得很不好寫 滿喜歡他這個 這個很特別的曲風 你要投票了嗎 我要投票 很難投票 你的選擇是 要選擇 我知道很難 每一集我們都很難 真的 真的 我喜歡那個很搖滾的歌 所以投給 但是他的節目式的歌 又很特別 所以我又很難抉擇 我可以先考慮一下嗎 你這樣子讓夏英二老師很難做 我可以 以為要投票了 邱欣可以先投票嗎 好 可以 你的選擇是 我的選擇是 俊佳 俊佳 俊佳一票 三年老師可以投票了嗎 你的選擇是 我的選擇是 傑穆斯 一比一 你要先投嗎 我的選擇是 俊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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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自於晴天霹靂耶 但是 因為我覺得 從講評裡面 我好像可以 最後他們也說 不是音樂的問題 是切入點的問題 那我可能就 有比較想起 這首歌 製作當中 其實也真的有一個弱點 是在的 而且是被評審發現 就是 他可能真的 跟主題 並沒有那麼 這麼深入的 結合這樣